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研究社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在芯片上線時 按下留言區旁邊的熱推文影片送上熱推積分 把畢業友跟各種動漫作品推給更多人看到 每隔一個時間就可以再次熱推喔 畢業友圈圈有時候大家會熱烈的討論一些問題 但其實呢 我不是會在特定的圈圈裡面留言的人 也就是說 比起讀者之間的討論 現在的我呢 比較純粹的關注在 喜歡的出版社 作者 作品上面 還有就是頻道的大家 但有時候話題呢 會熱議到超速圈圈 或者是到作家老師那邊去 我也不是完全都沒有看見 尤其是最近我很愛滑threads 我的threads好像終於發現我喜歡BL了 最後快看到一些討論 然後覺得 蛤 到底在說什麼 很想要加入 也說一點什麼自己的意見 但是呢 我在線下的世界是在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感覺這些想法一旦丟出去 就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接續討論 可是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負起這些責任 所以真的只選一個我很想講的 為什麼不能看盜版的BL韓曼 漢華翻譯真的對作者一點幫助都沒有嗎 大家可能想說 欸 為什麼只講韓曼呢 因為韓曼呢 是調慢電子數為主的閱讀習慣 所以在盜圖轉發上面真的容易很多 自己看到潮得比較激烈的呢 也幾乎都是韓曼 今天的影片呢 沒有要去針對檢討特定的人 就是一直以來 透過我看到老師發表的各種想法 來做一個整理總結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問題 看到版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大大影響做者們的收入生活 不要使用非法網站 有的時候 我的海外收入僅收到8塊錢 與之前不同的是 有些國家的銷售額下降了一半以上 如果你想繼續看我的漫畫 請在官方觀看 如果在某個非法網站上面的點擊量達到40萬 作家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請只在正規連載平台例如Lazin觀看 如果看到非法上傳的作品 請務必舉報 沒有正規則中的翻譯 他們是非法的屬於犯罪 請下架我的漫畫 如果想要翻譯成中文並出售 請與Bookcube簽約並支付合理的版權費 老師當時發表這一個推文的時候 確實這部作品還沒有正式的中文翻譯 之後來現在在噴村上面 才有正式的名稱叫做勾引那個阿法的方法 所以 你可能覺得你一個人看一下又沒有怎麼樣 可是當看盜版這麼容易 大家都在看的時候 就表示全體的人都在支持這個盜版生態 作者老師真的拿不到錢 所以最後沒那麼知名沒那麼大紅的作者呢 就只能放棄畫畫了 第二個問題 可是我就是看不懂韓文版 又沒有中文版 給漢畫組的錢 一樣不會進作者的口袋 有些人發現API人在聊什麼作品 我也好想看喔 可是呢 卻發現沒有官方的中文版 所以他們選擇將這個錢 付費給盜版的漢畫組 你們這些非法觀看的混蛋 沒有什麼是藉口 基本沒有錢 即使你不懂其他語言 這不是危機我的生計和鼓吹 偷竊我的作品的藉口 如果你不知道 請記住這些人總是說同樣的話 老師的用詞呢 可能因為心情的關係比較激烈一點 但其實說的是實話 聽說中國的某個非法網站盜用了我的網路漫畫 竟然還在賣 這是穿著韓服在朝鮮登場的Omegaverse作品 唉 中國更不應該這樣 這是非法和盜竊 請立即下架 我有很多話想說 但不想說 請將這些盜竊者舉報給公安拜託 我只能說 如果你不懂韓文 又不想用翻譯器看得很辛苦的話 還是忍忍不要看了 問題三 可是我以後還是會買實體書跟周邊阿 那也要作者撐得到那個時候阿 我現在覺得 我又不是完全的免費仔 我只是先看盜版的 看看喜不喜歡 若變成粉絲以後 我還是會購買其他的東西阿 細說收入來源的作者比較少 像是九住城的作者曾經就有分享過 但後來又刪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討論很容易會帶歪風向 無論你後來有沒有付費給作者 在看盜版的時候就已經造成傷害了 而且很多作品是根本等不到大紅的時候出實體書出周邊 問題四 我沒有看盜版阿 只是盜版的名稱比較紅 不要再給盜版的東西更多流量了 有線表示 我沒有看盜版阿 只是大家都比較熟盜版的名稱 這樣聊起來比較好聊阿 而且有的作品本來就沒有中文譯名 就是我用這些翻譯也是在幫助作品提升知名度 由於與某些國家的非法翻譯網站使用者的特徵相似 因此我們決定進行封鎖 希望正式購買後閱讀對台灣粉絲能夠以韓國名字來稱呼他們 Sketch 在台灣溫寸是有正式官方翻譯的 兩個主角的名稱是崔儀錦和李咒斌 有些人認為非法翻譯可以幫助作者提升知名度 絕對不是這樣 非法翻譯不是讓作者變有名的方法 而是迅速阻止作者繼續創作的問題 最近Low tide in twilight 是水邊之夜唯一的英文翻譯 說詞之外通通都是非法的 所以真的不要再說用這些名稱是想要幫作品提升知名度了 多的是藉詞找到盜版之後看完就拍拍屁股走人的 這個問題我在以前看台灣書版社的翻譯就有發現 可是是找資料的過程中看到一位脆弱的分享 才知道有老師實際有挑出來講這件事情的 在進行美版的時候發了兩個標題過來 我選擇了其中一個 雖然韓文也就是漢字 可以壓縮但翻成英文變得太長 所以我希望進行異議 不過直譯的標題已經被盜用了所以無法使用 如果再看到非法翻譯的英文標題我會直接封鎖 除此之外我也不喜歡有人一直說 欸為什麼要用那麼奇怪的名字 為什麼不用大家熟悉的名字 因為有些熟悉的名字根本就是盜版的漢畫組在用的 而且角色的名稱就算和廉載的官方名稱不一樣 正式出版的時候其實一定也是經過作者同意 多半都是作者自己的意思 問題六 看盜版還公然標記作者 別再給作者們更多打擊了 實在是太討厭了 非法讀者太蠢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犯罪 甚至還自信的加上官方標籤直接公開標記我 請從地球上消失吧 慎重表達我的看法的話 感謝喜歡並畫我的作品的人 我每次看到都會轉發 但每當收到消息 告訴我那些畫插圖的人 其實都是在非法觀看網路漫畫時 真的會感到非常不安 失望感也很大 特別是那些非法觀看的人 因為我轉發了他們的作品 就誇耀與我的親密關係 或似乎暗示我允許他們非法觀看 這絕對不是事實 這是荒謬的虛假訊息 早知道是違法的 我就不會轉發了 因為這件事 我常在轉發上感到很苦惱 看到非法翻譯甚至把馬薩克都去掉 隨意篡改畫作真的讓我心乳刀割 想痛哭一場 難道在畫漫畫的過程中 要承受這樣的傷害嗎 我到現在已經花了12小時了 既然有人非法翻譯成泰語 並製作成貼上影片還標註我 現在我只能閉上眼睛 捂住耳朵壓抑怒火 真的想要保持沉默 但卻標註了我的帳號 這讓我感到憤怒 擔心會因此生病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為大部分會這樣做的人 是完全本來就沒有版權意識 但是啊這樣的舉動 真的會給做的帶來更多壓力 那看完老師說的這些 還有大家的討論之後 有什麼想法呢 我自己也檢討 因為以前不管是日漫作品 還是韓漫作品 假如還沒有官方版的話 我也會自己先占一中文名 尤其是必有漫畫大商 更有這樣子的情況 但我並沒有去核對說這些名稱 會不會跟盜版的翻譯一樣 會不會造成有人 因此去搜尋到盜版 再來我看有些人被指出 看盜版之後就會很生氣 覺得你們這些正版仔 是在優越什麼 欸當然優越啊不然勒 我花錢培養了自己的興趣 也把錢正確的付給創作者多棒啊 但是大家你想要指責別人之前 自己也先搞清楚譯名 例如啊江沙就是實體書的官方譯名 然後呢我其實從來不想要主動去指出 別人看盜版的毛病 因為這就是個人選擇沒有辦法 我比較希望去分享怎麼樣看正版 以及看正版的好處 看盜版的壞處 也希望你就算看盜版 你也不要公開的分享公開的鼓吹 甚至呢去標記到作者 再來呢看連載的用戶 還有看實體書的用戶 真的不應該互相去指責 互相去檢討 只要是看正版就都是支持 完全不需要要求讀者去了解作者呢 靠哪個賺的錢比較多 一定要選對作者賺更多錢的方式去消費 反過來說如果有作者或是粉絲 請了你說欸你一定要怎麼做才是對的 真的也完全不需要檢討自己 花錢是為了自己開心 為什麼要處處為別人著想呢 只要你是透過正當的管道就好 最後 台灣真的超棒的 有別人都沒有的 無聖光神雕還有小蜜桃 像噴吹的韓曼作品真的非常多 然後Line Webtoon有很多可以免費看 Blue Worker的條曼呢也越來越多 就讓大家享受興趣的同時 不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想法和內容 曉得大家看過之後有沒有也有什麼想法呢 外面現在正在下大雨所以可能有點吵 或是為了想要看我做什麼樣的主題 討論什麼樣的內容也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吃我的生活觀看追蹤我的IG 今天也就這樣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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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